實際的來進行的操作 是 那今天的畫面其實在日本也是沒有公開過 那所以我們今天在台灣台北電玩廠這個機會 走勢的公布給大家看 現在時間有限了 所以我們就是請這個角色跑快一點 然後呢 盡量多介紹一些內容給大家 我們幫我們後台的小幫手也掌聲一下好不好 希望他感受到大家的熱情跑快一點 時間切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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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努力的一直跑到時間到 這裡是廢墟都市 主要是這個廢墟都市 這個廢墟都市是冒険中心的舞台 對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所謂叫做廢墟都市的地方 那廢墟都市和那個反抗軍營呢 就是算是遊戲當中一個中心的地點 對 那因為這個版本呢就是 就是專門就是讓大家看這個場景而已 所以呢這個地圖上是沒有敵人 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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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現在我們來到了下水道 因為這邊比較暗 那所以我們可以使用這個輔助機來幫忙開燈 所以那你只要按下一個按鈕 旁邊的這個輔助機他就會幫忙開燈 那尼爾的特徴なんですけど こういった形で ローディングを挟むことなく シームレスに次のマップに移動することが可能 對 那尼爾的特色之一呢 就是我們在場景切換的時候 他不會就是黑畫面然後要讀取 他全部都是無接縫的 非常順暢的換到下一個場景 ここが動いているのは初めて 這個是大家首次看到的一個新的場景 綺麗だと思う人 大家覺得漂亮漂亮呢 これもうちょっと奥まで行きたいんですけどね この奥に入ってしまうといろいろ 見えちゃいけないもの なんかちょっと動いてるやつありますね 對 雖然很想要進去喔 但是其實呢 再靠近一點可能就會有一些 沒辦法公開的內容 我們這樣遠遠的看也看 看到裡面似乎有什麼東西在裡面的樣子喔 で この先に行くとその遊園地の 廃墟となった遊園地のステージがあります 那總之呢 這個地方呢 再往前走就是一個遊樂園的廢墟的場景 はい じゃあ 次行きましょう 次 時間がない 時間がない 沒事 現在趕快前往下一個地方 はい やばい あと3分と言われてる はい 好 據說剩下3分鐘了 走って走って 跑快點 跑快點 ちなみにこういう下水道の中でも水が流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れば 魚釣りができます 那附帶一体呢 因為這是下水道喔 所以下水道裡面當然會有水 那只要有水的地方 釣りしてる時間ないから 對 就是 只要有水就可以釣魚 但是現在我們真的沒有時間釣魚了 跑快一點 跑快一點 讓大家看更多更好 次は このゲームが発表された当初からあった まあ いわゆる人間たちが買物をする場所っていう デパート デパートの跡地 廃墟があるので ちょっとそこに行ってみましょう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場景就是呢 其實有遊戲在剛開始公布的時候 初期有很多美術都是在這個場景喔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大半人類去買東西的地方 是一個購物中心的一個地區 このデパートの廃墟に行くには この一本橋を渡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す 走れ走れ すごい 走れ 那我們要跑快點 通往這個購物中心 會經過這個吊橋 ここは見たことがある人いると思うし アートで結構表現して ちょっと手前から上を見てもらったりとかすると 那相信呢 因為之前在很多美術圖公布的時候呢 都是用這個場景 所以可能很多人就覺得這個場景還蠻熟悉的 初期からチェックしてる人は ここ見覚えあるなっていう人はいると思います 所以想必大家會覺得就有點眼熟 で ここは 実はここが もちろんそのバトルが行われたり ステージとしてあるんですけど この先に森の国と呼ばれる場所があります 當然我們在這邊也會觸發一些事件喔 那剛才這個可以從這個地方 再通往一個叫做森林國度的地方 當然森の国に行くには ここに今シャッターが閉ま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何かしらの方法で このシャッターを開けることによって 森の国に行けるようになります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因為這個鐵捲門拉下來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過去 那在遊戲的實際遊戲當中呢 是透過某些事件 然後這個可以開啟這個鐵門 就可以到森林國度 はい 走走走 次次次次次次 不能放大 カホイソー カホイソー じゃあ どこまで行くか分かんないけど ちょっと戻ろ戻ろ 對 雖然不知道能夠介紹到什麼地方 那總之我們就繼續的介紹下去 すごい作り込まれてるから 本当はゆっくりじっくり止まってみたいですよね 對 因為它這個場景喔 做得非常的細緻 但是希望能夠有時間的話 能夠慢慢的欣賞 那時間ないから そこの鉄塔に登ろ 鉄塔 哦 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時間 可能會不多了 所以我們要爬到這個塔上面 哇 見えるの 我らこぶな 你們偶典是什麼 はい こんな感じですね 大概就是這樣子 見えちゃいけないところは見えないだろうなと思いながら だっと見渡してみましょうかね 是 那現在我們可以一覽這個地圖 大概的樣子 あの イヤホン越しにtimeover と言われました 那這次呢 就是 剛才後面的工作人員已經提醒到 時間已經有點超過了 一応 この続きを そちらのスタジオで この後 二人でやりますんで もしよろしければそちらもご覧いただければ この続きをもうちょっとお見せでき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はい 那等一下我們在PS Studio這邊的直播活動呢 那也會繼續展演 剛才沒有時間展演的內容 那如果有興趣的玩家朋友們 到時候也可以看直播的內容 是的 但是我們還是覺得很精彩 再次給我們的製作人 還有一個掌聲好不好 想要知道更多 等一下記得要參加他們Studio 繼續的活動 但因為剛剛製作人提到 剛剛這些畫面其實是 台灣這邊呢 首度來做一個公開 我想先問一下 十川小姐應該也是第一次跟我們一起看到 您看到新的整個世界的場景的感覺怎麼樣 私から はい 私も初めて見た場所だったり 還是